美国很可能会迫使韩国做出让步 韩国即便不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也会更多的参与其中 大家好 欢迎来到众花家 我是观察员彤彤 美国要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打造一个针对中国的印太版北约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拜登上台后 美国政府积极拉拢印太地区盟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日本和澳大利亚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入 这个针对中国的印太版北约 印度虽然尚未明确态度 但考虑到中印关系 加入该组织的可能性也是极大 倒是韩国对此不太积极 韩国政府一贯坚持维护对华关系 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也与自身的安全有关 据环球时报援引韩联社最新报道 按照计划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9号至22号应邀访问美国 并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元首会谈 韩美媒体报道称 新冠疫苗合作 对筹政策以及半导体产业链 将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 此外 韩国是否会以某种形式加入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 也引发韩媒猜测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是继日本首相菅一伟之后 第二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 文在寅的访美之行被认为是韩国优先级的恰当体现 也将是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宣布 美韩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合适时机 拜登日期内 头两位进入白宫的外国领导人都来自东亚国家 也再次证明了 美国将战略目光转向东亚 目标无非是中国 据悉 此次文在寅访美的主要目的 就是与拜登政府高官磋商关于韩国 是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的问题 此前媒体分析称 由于担心中国反对 韩国有可能在该问题上保持不全面加入 但部分合作的立场 但美国政府很可能会通过疫苗等问题 向韩国施压 迫使韩国做出让步 即便不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也会更多的参与其中 至于美韩两国在半导体方面的投资 则被认为相对要顺利一些 韩国各大企业已决定 和正在探讨中的对美投资计划总额 超过40万亿韩元 其中三星电子有可能斥资约20万亿韩元 在美投建5纳米芯片生产线 韩国在半导体技术上 依然要依靠美国 同时通过对美投资来增强美韩联系 帮助美国政府推进制造业回归 总的来看 韩国不像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那样 其在对华政策上顾虑重重 虽然韩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韩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也不像中日之间那么强 但韩国终究有自身的安全考虑 韩国很可能会成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薄弱环节 即便如此 作为美国的盟友 韩国也是站在了美国的一边 只是面对不断强大的中国 不管是美国还是印太版北约 想遏制中国崛起都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无非是再次重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freaking假 奈 妙 боль 妙 妇